大家早餐決定去吃黃質和 因為Karen清清說這家是很有名的 然後我上大眾點評 都是很多人說好吃的 亦都在我們酒店的附近 現在我已經去到了 其實走三分鐘都已經吃到 去到Reception 說我要什麼早餐 炒麵線 五香條 她就問我 你有多少人有吃 2個人 可以啦 充100元 起初我還沒剁到她說什麼 她已經給了這張儲值卡 我充滿了100元 這100元就是放在儲值卡上 你拿著儲值卡然後去到叫吃 你想吃什麼就叫什麼 然後我就不斷叫 她到餵桌 我要五香條 就只是給我五香條 然後就只是充滿五香條 我要花生湯就去另一個卡卡 就是叫五樣 我去到五個卡卡 她是逐樣逐樣收錢的 所以我現在是有這麼多張票 她不是一張票打完 通常叫了七十多元 是貴過我們昨天五十六元 蛤 前一天吃早餐竟然更便宜 這間這麼有名的黃質 就看看前一天吃了什麼 我們現在就跟Karen清清去吃早餐 吃完之後我們再走一會 喝張三豐奶茶 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不能喝奶茶的 但是為什麼我這麼想試呢 昨晚進去的時候就發現很濃的茶味 但是因為昨晚 怕喝完之後睡不到覺 所以就選擇了今天早上來喝 現在我們先去吃早餐 這間早餐店純粹在大眾點評裡找的 評分都挺高 那我們就試一下 是扮演嗎 我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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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扮演嗎 但是很划算 但是不知為什麼會算 算 港湯 不是 算了 口甜不是錯 甜的 大甜就算了 它跟廣州的廠房有一點不一樣 廣州是廣州的是滑 新的廠房 但是這裡感覺是有點不一樣 我在深圳也不一樣 這個不錯 好像有點像這個... 太辣春卷 嚥韌的春卷 看看這個 這個蠻好吃的 很辣的,拿得有些飯 試一下這個花生湯 花生我就一般 但我爸爸很喜歡吃花生 做整個湯 我有點好奇的 我有很多花生 花生油一定很喜歡吃 甜 平時我媽煮的花生雞湯都不會甜 我帶花生為主角 是甜甜的 是有蛋的 而且花生是軟的 我就可以 這個 吃甜甜的 一元而已 很划算 我們兩個 加起來都是五六元 每人除了二十八元 可以吃到 香粉 花生湯 雖然花生湯已經很甜 但怎樣都要試試 張三豐奶茶 終於買到了 我買了最基本的一款 是二十元的 酒 它應該是奶是五十 茶是五十 可能不夠熱 還是太甜 我覺得好像不是我想喝的 感覺 但它是有點像 港式奶茶的味道 我起初以為是茶味為主 但其實它現在是五十 五十 有些類似豆 還是不知道什麼 總共來說OK的 至於你說買不買一包包的 手信回去 我就想想 昨天的早餐就此完結 不知道黃質和又會是怎樣的呢 首先試試這個五香條 四元一條 兩元八條 是比昨天便宜 因為昨天一條已經十元 是脆口過昨天的 味道比昨天更濃 但我覺得昨天好像比較好吃 昨天是有層次感 但它是一塊 不太油 我最初跟它說要蝦餃 我以為自己叫錯 以為是潮州粉菇 我以為自己的普通話有問題 然後它說 這個就是蝦餃 對 它跟香港很不同 因為香港比較智能剔透 好像裡面除了蝦 還有很多東西 讓我現在試一下 除了粉菇 你看 裡面有這些東西 它不就是蝦 蝦不小 像這個鵝仔煎 這個鵝仔煎 比我想像中它是煮得很熟 因為我看平時外面的鵝仔煎 好像很生 那些蠔 對它有信心 還有一些蛋 我覺得這個 可能我看過炒的過程 它是炒了很多東西 之後才起 我覺得是 我先試一下炒麵 因為我在大眾展平看到 它也算是出名的 還有很多材料 有蝦 蝦 蘑伯 冬菇 像絲 真的是一隻蝦 那些蝦如果放在蝦餃 會比較好 因為那些蝦是比裡面的蝦大 它不夠香港的好吃 因為它冷 蝦滿人 吃炒麵喜歡吃凍 再試一下這個花生湯 我這樣看和昨天那間是差不多的 它也是有蛋 有些花生 應該是淋了的花生 有一點像甜蜜糖水 我試一下 這個好吃 和昨天差不多 可能我對花生湯有點改觀 因為一開始我認為它是硬 我怎知道是軟 我覺得這間比較特別 可能我昨天沒有吃過蝦仔煎 我吃過這間蝦仔煎 我對它有信心 我會不停炒 那我就覺得OK 然後吃起來 我覺得都OK 總括來說 黃質和和張三豐奶茶都OK 不過 我就覺得 南旺齋沙茶麵 就比較好吃 不知道廈門還有沒有其他好吃的餐廳